在全服机器竞争白热化的当下 富士却稳稳地占据了中化服的市场 逐渐形成了GFX中化服系列 高中低的搭配组合 那最新发布的这台 富士的GFX100S2代 刚好在旗舰1002代和上一代100S之间 找到了自己的生态位 今天这一节目呢 于成军就和大家一起 为这一台富士中化服的新成员 做一个深度的体检 看一看它的表现到底如何 如果从2016年发布的GFX50S开始算起 富士在中化服产品线的努力耕耘 已经经历了8年7台机身的历程 富士也用平均每年 几乎一台中化服机身的速度 努力在狭窄的垂直载道中 硬生生凿出属于自己的优势 特别是当GFX1002代发布之后 你会发现 第一次有非奢侈品社交属性的 数码相机类产品 进入到了5万元俱乐部 而这个领域之前 只有两个核心玩家 哈苏和莱卡 莱卡本身定位不同 数码产品所竞争的核心参数 并不是莱卡用户最关心的 所以莱卡并不是富士的主要对手 而同为中化服产品的哈苏 这时候却感受到了来自富士的压力 当仪式感拉满的机身操作过程 被如同全服产品一样 方便快捷的操控逻辑所压制时 人类天生的本能被唤醒 省心解决的是 消耗大量时间精力的学习成本 省力对应的是 拍摄操作时繁杂的使用逻辑 而这些让富士中化服产品进化的最好老师 就是索加尼全服玉三家 他们所努力追求的核心 则是让全化服成为最有生命力 和拍摄解决方案的综合影像系统 更好的画质 更快的对焦 更方便的操控 更稳定的防抖 以及这个时代下 所有人都不一定需要 但你一定要有的 更进化的视频录制功能 这些都是富士努力 在自身的中化服系统路线图上 想要前进的目标 也许是玉成军本人厌烦了 跟大家去重复参数背板 这次关于富士GFX100S2代的深度测评节目 我们更想和你们分享一些 真实的使用感受与体验 首先想跟大家建立一个预期 如果你在现实生活中 无法亲自上手操作中化服系统拍摄 并且使用较为优秀的显示器 完成中化服底片的观看时 在各种手机平板上 仅仅靠各平台吝啬的带宽 是无法感受到中化服本身的魅力 所以我们一直所坚持的 尽可能在不影响其他人的情况下 选择合适的底片分享给大家 就是希望对中化服感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拿到原汁原味的底片素材 感受它的魅力 下载链接在评论区置顶 大家请自便 如果能顺手给一个一键三连 点赞收藏关注 我们更是深表谢意 这次GFX100S2代本身的定位 是在顶级的GFX1002代 与GFX100S之间找到一个平衡 比较直观的类比一下 100S2代就类似尼康的Z8 佳能的R5 索尼的A7R5 虽然和自家旗舰比总有一些调整 但既要让期待入手的潜在用户们觉得值得考虑 又要让已经买了旗舰的富哥们 不觉得给自己背后温柔一刀 所以各家对这类扛利润的次旗舰机型 配置调整的刀法就显得尤为微妙 佳能老江湖对这个可是经验丰富 手到擒来 阿索是靠着年轻气盛 大开大合 老实人康康就是我干了你随意 而富士则可以说是富贵险中求 刀锋跃动的舞者 100S2代保留了旗舰最核心的 一亿两千万被照式传感器 没错再次点名一下隔壁苏苏 目前市面上所有消费影像 一亿像素中画幅被照式SAMOS都来自阿索 加上第五代的X-Processor影像处理引擎 机身最高八档五轴防抖结构 AI智能对焦识别系统 可以说核心硬镜的配置和旗舰GFX1002代是相同水准 但为了和旗舰做区分 富士很巧妙地把GFX100S2代在视频录制的规格进行了封印 旗舰GFX1002代的配置是中画幅规格下4K60帧 全幅DCI规格下8K30帧 支持42210bit色深 并且机身采用了更专业更牢固的全尺寸HDMI接口 相比之下 100S2代则将视频录制规格降至4K30帧 但很聪明的是支持SD卡目前写入上线 允许机身视频内录 并且给到了具有更宽广动态范围的F-Log2灰度模式 但那个小小的Micro HDMI接口 还是能看出来富士的小心思 本质上100S2代是和旗舰同等静态画质 核心对焦和防抖上也都同等好用的旗舰青春版 但二者之间的价格差距 既能给100S2代的用户保留等级优越感 又能给100S2代的用户多省出一枚中画幅镜头的钱 这次的产品定位区分 我们认为富士团队依然展现了极为聪明的定位规则 来到我们很多人都关心的一点 在全画幅最引以为傲的超长焦野生动物摄影上 GFX100S2代这位年轻人是否能拥有与之一战的实力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富士在发布GFX100S2代时同步也引来了一员汉将 GF500 F5.6超长焦定焦镜头 作为目前富士中跨幅镜头群中焦段最长的选手 GF500定焦在全幅上大约等效于400mm焦段 虽然和全幅600-800仍有差距 但至少能进入到拍鸟的圈子里去 如果开始GFX100S2代最高画质 后期裁切一下也是可以客串全幅600mm超长焦无压力 我们这次拍摄的所有样片均使用GF500 F5.6这枚镜头拍摄 在经过了动物园铃羽和河岸边暴晒与蚊子大军的多重重压之下 总也算是对GFX100S2代在超长焦野生动物摄影上的实力有所体验 坦白的讲 目前全画幅仍然是超长焦摄影的最优解 这是综合了焦段 镜头 画质 防抖 对焦 操控等诸多方面后的综合考量 依然是玉三家各自对应的核心主力Z8 Z9 A7R5 A93 R3 R5 R6二代所夺领风骚的禁地 在此之前任何试图用中画幅设备在这个领域与其相抗衡的行为都有些无奈 但我们必须要说更强的处理器算力与更好的对焦算法的加入 让GFX100S2代和100S2代这两台中画幅机身有了相当迅猛的提升 可以说当你熟悉了中画幅机身的操作逻辑 对焦设定与对焦判定规则之后 基本上只要你的快门速度够快移动500定镜头的手速够稳 那么鸟儿几乎不会飞出你的取景框 唯一容易出问题的在于鸟儿向你飞来时的纵向移动飞行 以及鸟类本身和背景颜色过于相似的时候 会产生一些对焦的误判或错误跟踪 其他的时候无论是活泼的猫猫狗狗还是枝头灵动的小鸟 富士GFX100S2代的跟踪依然准确有效 而另外一个重点 机身最高8档快门速度的机身防抖功能 则为手持GF500定镜头给予了足够的支持 为了测试100S2代机身的防抖功能 我们这次全程所有画面均使用手持完成 并未借助三脚架或独脚架等设备 极限情况下我们尝试过图片1%秒 视频1%秒的拍摄 后期观看成片效果还是让我们非常满意的 所以在保证了对焦和防抖 两个容易影响拍摄体验的功能达标后 中画幅机身的优势才能更好地展现出来 画质和视角这是我们在使用后的切身感受 同样的场景我们之前也使用过Z9 A93 R5多次拍摄过 你会觉得色彩过度和细节表现力上 中画幅会有一个明显的提升 从这个角度来说 中画幅在画质上的提升与变化 比全幅对比半幅机身要更加明显 特别是在切入到镜头视角这个维度 你会发现中画幅拍摄的画面视角感受 与全画幅有明显不同 这里并不想过度展开 因为画幅之间的争论一直是摄影区 最容易演战的话题之一 但如果你使用过中画幅 并且对比过全幅产品 更直观的感受 我们这次多个拍摄场景 天气光线都很糟糕 毕竟六月的龙舟水实在是太过密集 不断的降雨和厚重云层 让我们在拍摄时遇到过不少光线不足的难题 但富士GFX100S2代 也都凭借着自己底大一级压死人的优势 硬扛了过来 坦诚的说 我们觉得拍出来的画面色彩 比我们眼睛所看到的更漂亮 最后想来聊一聊 关于中画幅机身的选择问题 对于任何预算充足的小伙伴 很严肃的说 我们都推荐全幅中画幅机身双修 你可以在许多场景里喜欢全画幅的全能 但有机会的话 你一定要体验过更高一层天地的宽阔 特别是在使用中画幅机身拍摄画面的区别上 100S2代所带来的画质 防抖与对焦 都是目前中画幅产品中最优秀的 虽然很多小伙伴高喊着100S性价比更高 但对焦与防抖在拍摄成功率上的加分 比想象中的要重要得多 任何觉得中画幅机身不划算 性价比不高的小伙伴 我们都不会推荐中画幅产品 因为本质上 除非你拿中画幅作为生产力工具完成工作 否则目前主流摄影器材 本质上都是摄影爱好者们的玩具 就如同汽车收藏爱好者一样 有人喜欢将飞度思域GTI改造到极致 有人喜欢法拉利兰博基尼V12的轰鸣 有人热衷于旧车翻新改造 动手过程中的成就感 有人享受房车所带来的宽敞舒适 它们之间的不同 仅仅是个人喜好以及预算高低 所以真正聪明的玩家 可以在一台拍力得机身上留下此刻的感动 也能在顶级旗舰上感受无敌对焦连拍的快乐 所有一切的前提都在于 你玩得开心 你玩得起 如果有能力去体验中画幅极致画质 与不同视角的差异化 欢迎入手富士GFX100系列 如果这期视频突然引起你对中画幅的好奇 也欢迎大家来玉城线下旗舰店上手体验 让我看看 我们感觉来玉城线下周知 我们要打不担心 SOACE dispose